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南港展览馆登场 其中由基隆市政府主导的基隆馆主视角 把委托行商圈及美式特色酒吧搬进展场 加上采开放式空间 吸引了基隆12家厂商进驻 基隆市政府还推出了展场限定的 暖心基隆油兑换券 邀请国内外游客在秋冬之际暖心油基隆 不管是在海钓船上体验亲手钓起白带雨的乐趣 还是品尝香喷喷的海味火锅 或是在基隆港畔 福仔山上 及正宾渔港色彩屋周边咖啡厅享受悠闲 秋农之际的基隆让您软心又好玩 抢搭国境解封疫情趋缓后的旅游商机 在台北国际旅展的基隆主题馆 不但打破惯例规划成开放性的展馆 更将委托航商圈及美式特色酒吧搬进展馆内 相待给民众不同的视觉感受 我们打破过去只要参展都是在外围看展 那我们这次特别把展场打开 把这个委托航的场景 还有这个哥伦布酒吧的场景都把它搬进来 所以来逛展的人呢 他就可以直接往里面走 然后呢做一个穿越 那在这边逛我们这个很有特色的这些店家 那我想这样的观念是希望把 基隆过去很繁华的委托航的这样的一个场景 带到展馆来 除了具在地历史文化特色的开放式展馆 这次基隆馆更以软心基隆油为主题 推荐游客在旅游地沿路 可以享用像鱼富锅等基隆特色火锅 或是到景点周边咖啡厅 边欣赏山海美景边品尝美味咖啡 软心更软味 我想这个概念是出自于 因为基隆有很多的咖啡厅 我们在港边可以看到无敌海景 喝着热咖啡 那另外也可以吃着在地有特色的火锅 所以这些不管是咖啡或者是锅物 那我想都带给人家很温暖的感觉 所以我们希望从未暖到新 让大家感受到基隆的温暖 另外这一次基隆馆参展店家树 也打破以往记录达12家之多 而且食品、衣物、鞋包、铝素 及文创商品都有 种类丰富多元 参展店家也都拿出压箱宝 希望争取商机 其中这家基隆知名的海鲜酱料业者 更趁这一次驴展机会 推出新口味的香蒜酱 荣誉的蒜香 融入海鲜滋味 跟一举拿下2022基隆好物的 城市品牌认证 这是我们今年的新产品 那个海味香蒜酱 可是香蒜酱的话 有些人会觉得 只有蒜浓的味道而已 其实我们没有蒜那么呛 可是我们家的海味味道不一样 就跟一般的香蒜香 差距撑很多 打开闻到那味道 真的是超级胖 那我们这个又有很多的用处 像那个可以拌面拌青菜 有时候那个香蒜面包也可以 然后香蒜面包 香蒜虾 有时候我们那个茄子 烫一下拌一下就可以吃了 基隆市政府也与店家合作 推出展场限定的 软心基隆油兑换券 游客只要到这12处 参展店家出示兑换券 就可以获得纪念品 或享受折扣优惠 在这上面呢 有基隆的店家 同时呢 你也不难找 我们也把地图放上去 那在这个上面的店家 只要你拿着这张卡片 去消费 他就可以送 这个店家的精美的礼物 所以我们欢迎大家 这三天 千万不要错过 到我们的ITF 这个旅展 然后来基隆馆 然后来索取这个卡片 那同时也吃了这个卡片 到基隆的每一个店家 上面的店家 就可以迎娶精美小女 基隆市这种方面 期盼透过这一场 解封后最大的旅游盛会 介绍大家认识基隆的 冬季软心玩法 10体验一年四季 都好玩的基隆旅游魅力 记者张启腾台北报导 接下来要带你来看 基隆市社区营造点 联合成果展 汇集了基隆22个社区营造点 及7个区公所作品 周六在基隆要塞司令部热闹举行开幕 除了有动态的美食文创展外 还有静态的作品展现地方特色 台上社区妈妈卖力的才艺表演 台下各摊位展现社区营造特色 五幅社区发展协会推广拓印 将树叶拓印在帆布袋上 制成围裙购物袋 所得捐出作工艺 这个树叶是我们去山藏 因为国家新城三面环山 一面有个湖 那树叶非常的多 形形怪状的树叶很多 我们就栽植这个树叶 然后树叶后面再涂上颜色 颜色涂好之后 刀印在这个布上面材料上面 然后在上面一张纸 然后用布板 布板慢慢的敲 把这个树叶后面的基础 印在这个布板布上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 一片一片的不是画出来的 一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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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把它用上去 非常的这个功夫非常的大 但是我们觉得学得很快乐 也很高兴 而梦翔起飞协会 长期关心 伟托行发展 设置了彩绘专区 让孩子们画出心中的伟托行 我在画冰淇淋 樱桃 鸡腿 还有土质 跟土质还没画 伟托行里面有很多好吃的东西 我现在画的是我想吃的鸡腿 然后这几年在同志委议员的协助下 让伟托行让更多人看见 他以前到过去 现在未来的发展 然后今天也很多 让小朋友发挥创意 让由画画中发挥创意说看到委托行呈现的样貌 然后委托行现在也有一些小小导览员的活动 然后希望大家都可以一起来委托行吃喝玩乐 金融市社稻点联合成果 5号在要塞司令部展出 副市长林永发 立委蔡司令出席 见证各社区的成果 像是太白社区 记录码头工人过去的生活形态 延伸出独特的社区产业 码头爆饭 爆饭馆 他们是做在地特色 然后所做出来的便当 非常非常好吃 非常有特色 可以大家告诉大家 码头爆饭其实是我们社区产业 本身码头爆饭馆的馆主阿虎 要照顾80个妈妈 那当时我们一群志工就协助 觉得这样的产业应该要推广 一方面帮助阿虎中年创业 又可以帮他照顾妈妈 所以我希望大家多多支持社区产业 不一定光青年回乡 其实中老年是个我们更需要要复制的 现场除了有美食 还有捐印DIY 将创作和纪念的图案 立刻印制变成实体 相当有趣 来这边参展是胶印 网板印刷 这网板印刷是水性的环保材质 它跟一般外面人有塑料不一样 它这是零污染的 而且易水即肉 衣服掉印的不会掉色 那这边除了七个曲工所的平台之外 我们还有22个社区营造的单位 一起来参展 那这22个摊位 所以主要就是每个地区 每个社区都有它的特色 然后做成不管是吃的 用的 看的 甚至于经由的 推拿的都有 那这也是发展特殊的社区资源 然后我们也希望这些 大家可以共同来推广 那很多的社区因为历史发展自然的因素 产生了社区的意识 透过社区营造的方式 可以让社区意识更加的凝结 我刚才在支持中有特别提到 例如说像基隆市安乐区的五轮社区 因为那边过去五轮溪的泛滥 所以让那边的居民产生了水环境治理的意识 又或者是某一些社区 他们过去可能是北管的发源地 所以在那边成立北管的团体等等 那我觉得像这样子都代表着 我们基隆市是一个充满了活力 草根活力的一个城市 那是因为来会继续来努力这件事情 那主要原因是因为过去 我也曾经担任过社区发展协会的总干事 我可以理解到社区发展协会 对于社区乃至于城市发展的重要性 除了有22个社区的摊位 2楼还有静态展示 各社区关注的议题 多年来经营的点点滴滴一一的呈现 这次的社照展我们大概有22个社区 加7个公所一起来合力完成 那刚刚我们走了一圈以后 发现非常多的社区 今年有很好的一些共创的作品 像我们看到有三海关社区 他其实用模型的方式 把高楼大厦劫次临比的方式 让民众更了解在社区里面的一个形态 跟一个社区交通互动的一个状况 那我们还看到像那个六堵工业区那边 有移工的问题 那他们大家也会在移工的问题上多多探讨 希望能够凝聚社区的共识 我想透过社照的这一个共同大家发想 由下而上的这些做法 来参与这个社会 增加公民权的一个互动跟意识 这是一个非常好做法 我们也希望基隆市的一个社照 能够每年参与的人数跟社区能够越来越多 然后参加公共化的机制能够越来越高 社区营造本来就是一个永续的 尤其这个理念也是跟我们所谓的永续城市的指标 其实是一致 那最终它是透过社区自发性 在早期这个议题比较没有去凸显 但是这八年来 透过文化部然后文化局这种努力 然后市政府的重视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今天的成果 是跟八年前是完全不一样的 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很多社区 他们自主性的大家等于说凝聚在一起 好我们社区有什么问题 那刚才在那边的展出 我们可以看出来 他们用那个贴纸 把自己的问题就都贴在那边 大家可以及时来广义来看看 这些问题我们应该共同如何解决 透过社匠成果展展现地方特色 也凝聚了大家的向心力 记者黄少鸣金融报道 金融市长林悠昌上周五宣布二次确诊 民众很关心曾经和市长接触的蔡总统 他们的身体状况如何呢 一起来关心 11月2号才与总统蔡英文合体参加 由民进党金融市长候选人蔡世英举办的毛小孩之夜 隔了两天金融市长林悠昌宣布二次确诊 目前除了喉咙不舒服没有其他状况 将透过网路视讯办公持续推动市政工作 市长在今天中午 因为喉咙有出现就是这个有点不适的状况 所以就有自行进行快篩 那目前的话就是呈现快篩阳性的状况 那目前身体状况都还好 那我们未来也会透过视讯跟网路的方式来进行市政的工作 所以请市民朋友不用担心 也谢谢大家的关心 至于蔡总统目前身体状况如何 金融市政府发言人有本名也转述府方的说法 有关就是市长在这个快篩阳性的第一时间 市长就已经有跟这个府方这边来做通知的部分 那目前就了解总统的身体状况都是良好的状态 刘昌表示距离上次确诊已经超过三个月 即日期取消所有公开行程 包括11月4号晚上原本要出席 由蔡思寅邀请的子风车剧团演出活动 及11月6号早上在七度举行的行政院长 苏贞昌基隆政机说明会 记者张启腾金融报道 行政院长苏贞昌在立委蔡思寅的陪同下 昨天赴国道1号细致交流道 视察边坡摊滑抢修情形 早上6点顺利开放通车 国道1号走三现场大型机具 持续进行打桩清云废土 行政院长苏贞昌 6号上午在立委蔡思寅 赖品于集中部长黄国差等人陪同下 前往施工现场视察抢灾进度 这个我就很希望能够再加快 那这个当然给大家很大负担 不过你赶明天早上6点 看可不可以再早几小时 因为6点还是有一些早班已经上路 如果能够早一点可以更好 差三小时一定会差很多 这一点特别拜托 所以我不敢多占实践 在这个时候 是来表示肯定感谢工程的专业 还是尊重交通部 工程会 尊过高空局 那两个市政府 大家一起协助 希望能够让往来交通尽快 那我要借这个机会特别感谢 我们内政部警政署 对地方警察指挥交通 疏导平面相关闸道等都很重要 还请两位护士长也都督导 请他们都加油 目前我们的内线车道已经通了 我们希望主线车道 也能够尽速的畅通 那我想院长今天来 就是要了解整个工程的进度 以及听一下我们对于地方的一个期待 那当然就是希望整个工程能够加紧继续努力 希望能够尽速的 能够完成这个主线的一个贯通 那主线贯通的话 对于基北 尤其是我们现在的国道客运的绕道 应该就不需要再绕道 对于这个基北 搭乘国道客运的通勤族来讲 就可以省到一个多小时的时间 因为过往这两天 我们的国道通勤族 很多民众跟我反应 大概多花了快两个小时左右的时间 那事实上这个对他们的整个上班上课 造成非常大的一个困难 原先高工局预计主线道 可在7号上午6点抢通 但行政院长苏贞昌 希望工程单位能够再提早一点 而陪同的立委蔡世英则说 这次国道边坡滑落 和13年前国山走山 路权范围不同 但都是高工局 未来应该要加强监控 我们在2013年2014年 北二高耐次的边坡滑落的状况不一样 耐次北二高的边坡滑落 事实上是在我们的高速公路的区域里面滑落的 所以后来高速公路局 有加强做整个路红的检测 那这个地方是在边坡的更后方的地方 所以这件事情凸显的是说 高速公路局在这个部分未来 除了我们的这个路权范围内之外 路权范围外 也要扩大持续的边坡检测 永久的这个 拜托交通部 我们部长 把那个永久的做更坚定一点 因为这个沿路的走山 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那而且不止这个地方 其他地方也有 那这些比较不影响交通 做就做坚定一点 就有点像我们当时姐姐续止淹水 一老永逸 那连基隆百湖社区也不淹水等等 这些都是当年 我从基层一步一步来 非常熟 我特别感谢当年 吴泽成政委跟李孟燕秘书长 大家一起帮忙 总之工程的辛苦 我非常清楚 非常知道大家的辛苦 孙恩昌特别感谢工程员 日以继夜的赶工之外 至于西子交流道 南下及散道 及出口渣道 估计还需要一周时间 来加强边坡的防护和稳固 最快要13日才能够恢复通车 记者黄少民 基隆报道 我是童子伟 四年来我推动改造市中心地下道 改善妙口自来水管 振兴委托行商圈 让年轻人留下来 基隆要持续进步 请坚定支持 唯一支持 认真做事的童子伟 我是郑文婷 我推行爱新冰箱 还有免费法律咨询服务 郑文婷有一个会让我愿意站上台 而且用力地推荐她的原因是因为 她有正义感 仁爱区郝议员郑文婷 恳请支持 中家宽屏最狂双十一来了 申办家用宽屏 每月最低三九九元起 光先上网1G也只要六九九元 再想两大好礼 给你三十五个数位频道免费看 还送4K智慧机上盒 让你在家轻松用电视看YouTube 十一月八号起 限时五天要办要快 欢迎回到中家新闻现场 金融连续下了二十多天的雨 加上国道走山 交通庸涩 店家生意也受影响 庙口的游客人潮少了一半 店家备料也比平时少了一半 才刚刚过中午 店家最后一锅 尖角起锅后 老板就开始刷铁盘 准备提早打烊 金融知名的小吃店 因为国一大面积走山 这几天店家生意连带受到影响 像一开始我们就没有感觉 但像最適合这两天走山的情况 尤其在国道上 因为塞得很严重 那我们会比较担心说 如果要碰到假日的话 游客他没有办法 他可以进来 可是他会担心没有办法回去 而且会塞得很严重 尤其是安全的意外 公安的部分 国道走山 金融交通比平常更塞 上班族怕迟到都提早出门 连早餐都来不及买 尖角生意也受到影响 原本应该会只剩下一半 预备明天的量 可能因为现在 因为今天生意非常好 所以剩下的菜就会比较多 就怕食物卖不完 连备料都比平常少一半 而同样在金融庙口 摊贩说 金融一个月下了二十多天的雨 这次又遇到国道走山 平常生意已经不好 周末假日 游客怕塞车 不敢来 六日如果没有抢通的话 会不会担心人逃不进来 都会 因为下雨的关系 然后日路不通塞车 大家已经都不过来了 这几天就有差了 差多少 都没人了 你看你现在中午时间 应该是人多的时候 现在都没人了 那你这料怎么办 没有我们这一定要 不是在存货 摊房加上下雨 让金融店家生意受到影响 民众和店家只能期盼 交通的镇通期赶快过去 记者黄绍明金融报导 而针对国道一号 两度的走山意外 造成金融交通瘫痪 五号五党籍金融市长候选人 黄西贤表示 政府规划的金融捷运 最快也要等十年 与其花超过425亿元 新建金融捷运 不如优化台铁火车各系统 增加跳蛙式停靠大站 及1280金融通月票的风势 有效解决交通问题 国道一号南下戏指段 发生两度走山的意外 一度封闭一高权限 只能改走二高 严重的塞车 造成金融通勤大台北地区 民众的苦难 五号五党籍金融市长候选人 黄西贤感受到金融通勤族的 愤怒和无奈 黄西贤强调 政府规划的金融捷运 最快也要等十年 缓不济急 因此与其花费425亿元以上 金融到八堵段规划 都还搞不定的金融捷运 不如优化台铁火车各系统 增加跳蛙式停靠大站的方式 搭配他提出的 1280金融通月票的证件 补贴降低通勤族的负担 尽快改善金融通勤 大台北地区的辛苦 所以我们认为说 台铁的优化是当下 我们所能够看到的 把它做成跳蛙式的停站 因为我们发现 人集中在这个细科那边 人上车最多 所以整个摆幅到细科 然后从基隆发车 班次应该增加 跳蛙式的做法 所以疏散国关的旅客 让他们能够及时便利安全的 到达台北去上班 这是我们所想到 我们也呼吁 那当然证件里面 其他的这个交通 交通方面的措施 1280金融通 停车空间 这些东西来讲 现在跟这个走山 所以这个通勤来讲 现实来讲 是个突发状况 是个天灾的状况下 是还 目前来讲是还看不到 但是得到一切都正常下 1280的基隆通 停车空间 绿色通道 这些都是应该要走的 另外黄熙贤也强调 政府同时应该强化交通上 因为特殊状况 引发国道 或是重要道路 交通中断时替代方案 成立紧急应变小组的演练 并且加强挡土墙的安全系数 以及监测系统的建制 才能因应气候异常变迁 所带来的可能交通灾害 我们估计说 天灾是不可抗力 但是这个是人为 还是可以控管 所以在当时我们的想法就是说 在前一天 其实这是第二次的走山 在第一次走山的时候 就应该有设立一个灾害防止中心 在那时候应该要想到 是不是万一有这种状况下 台铁怎么出加班车 疏散国光客运 因为就在隔壁而已嘛 走过来也很方便嘛 所以疏散国光的旅客 让他们能够及时便利安全地 到达台北去上班 这是我们所想到 极端气候下雨量充沛 而且瞬间降雨量暴增 所以在这个挡土墙 是不是能够挡得住 其实从七堵啦 软软这边土石流开始 我们的执政单位 施政单位 就应该要注意到 边坡的问题 我在之前的也提过 边坡的防护要特别小心 黄西贤强调基隆市全台22个县市当中 跨县市通勤人口最多的县市 每天通勤到大台北地区 总数大约有11万人 其中自行开车占百分之31 大约三万四千一百人 搭乘国道客运占百分之33 大约三万六千四百人 因此必须经过国道的通勤族 大约七万五百人左右 而这次国道一号南下戏指段摊坊 交通部表示最快也要十天 才能完全抢通 基隆通勤族被迫要苦撑 这段交通黑暗期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运动可以促进身体健康 许多患有糖尿病等慢性病患 用走入的方式助于身体保健 国际师子会300F区和基隆各分会 号召千人举办健走活动 鼓励大家用轻松愉快的走入方式 一起运动好健康 民众开心大步走 来到钱湖风景区 眼前所见令人心旷神疑 所能够调剂身心 也达到了运动目的 糖尿病是复杂的慢性代谢性疾病 根据国内向糖友万人大调查发现 合并有新盛病变的风险因子 糖尿病照顾成了重要课题 详异世界糖尿病的主题 在国际师子会300F区 及基隆各分会的号召下 订千位师友和民众 一起举办健走活动 现场还提供免费血糖检测 及视网膜检查 糖尿病事实上我们都知道了 糖尿病不痛不痒 初期不痛不痒 为什么没有花那么多力气去防治它 最重要它有四大合并症 我们都知道它有四大合并症 眼睛的啦 肾脏的啦 足下肢的啦 还有神经病变 特别是眼睛病变 如果你没有做好防治的话 可能糖尿病 你的血糖300 五年就失眠了 所以眼睛的防治是特别特别的重要 基隆11月通常都在下雨 为什么会特别在11月的这个月份 来主办糖尿病千人健走 主要原因是 我们世界糖尿病日是11月40号 所以通常我们会在11月的第一周 或第二周的周末 来举办这个活动 那这个活动起因于民国93年 那时候我们在倡导糖尿病防治 那所以我们就特别在这个时候 举办这个糖尿病千人健走 那我们都知道 糖尿病防治不是说一天两天的事情 那最重要 我们希望大家日行万步 每天走五公里 所以倡议这个糖尿病健走 健走的活动 这项活动从民国93年开始 今年迈入第18个年头 透过健走活动 让民众认识糖尿病管理新观念 提早发现也能够提早预防 记者黄绍明基隆报道 以上就今天的中央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央新闻的脸书 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另外我们也与F&A青森电台96.9联合直播 欢迎准时收听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有点亮 你们家又视讯又追剧 網速只能這樣囉 不能這樣 那就換中家寬屏吧 怎麼這樣 有追劇有視訊網速只能這樣囉 不能這樣 那就快換中家寬屏吧 中家寬屏國際認證用戶實測 雙料網速第一 全家標網暢快有感 一句只要999 再送數位頻道免費看 現在就辦中家寬屏 中家寬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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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